It was not his ability It was not his It was It was not His 嗨宝们我是塔塔拉 我终于要去考雅思了 我早就跟你们说我毕业回国之前 要考一次雅思 一方面是想留个纪念 看看我在国外读了三年半的书 到底英语能到一个什么水平 在一个我的雅思成绩回国之后 为止还能用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 拖拖拖拖拖到了我马上回国 才想起来考呢懒 所以今天我要拍这期视频来让你们监督我学习 现在我就要在你们的注视之下 报名考试 然后我做的每一步 学习计划我做的每一个练习 我用的每一个资料全部 每天都会在Vlog里面给你们呈现 就这半天晚上选下午考 2点多考口语5点考比试 因为我想在2点多之前 能有段时间让我练一练口语 今天是12月7号 就我考试还有7天 但中间有两天我有别的事 所以留给我复习的时间只有5天 我现在进行一下自我剖析啊 我刚高考完的时候是7.5 7.5 6.56 那时候我写作最差 但是现在我写了这么多论文之后 我认为写作应该是我的最强项 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8.5 7.5 7.5 7.5 因为疫情的原因澳洲所有的考试都变成了机考 机考出分比较快 2到5天就能出成绩 我没想到的是口语也变成了机考 口语考试仍然是跟真人爱教说话 但是变成了视频电话的形式 感觉血亏啊 我正在做的是雅思官网上的机考模拟题 感觉和在笔纸上做区别挺大的 比如做听力的时候 发现它有表格 有单选 有拖拽 各种各样做题的形式 我的时间全部都放在研究题型上了 错过了好几个孔 阅读好的一点是它的文章和题是左右分屏的 所以不用翻页 但说实话 盯这些字盯时间久了 眼睛有点累 机考写作是优势最大的 因为它自动计时 自动计字数 而且也不会因为字迹潦草而扣分 怎么样 你们喜欢机考还是笔考 感觉做了这个机考模拟题之后 压力还是挺大的 有些东西比我想象的要难一些 比如我之前没有想到过 机考和笔考最大的区别 不是一个是纸一个是电脑 而是一个是屏着看 一个是立着看 你们可以随便拿一张什么东西看看 你这么看跟这么看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竖着看更容易一目失行 也更容易走神 我之前本来想用iPad做真题 但是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是电脑 更接近最后考试的那个样子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我要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见 第一天正式复习我一整天 都来看雅思大作文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这个作文是让你写一轮文 但看完优秀范文之后 发现这种作文跟学术论文的差别是巨大的 雅思要求你在短时间内 发表一个坚定的观点来说服别人 但是你又不能去做调研 而专业论文是绝对不会允许你这样按照自己个人想法瞎说八道的 所以我有点不适应这种文体 感觉自己不太敢说话 顺便我还想提醒那些正在考雅思准备出国读书的网们 正式上学之后千万不要按照写雅思作文的方式来写论文 不然你会死的很惨 现在是第二天的晚上九点 今天真是一个奇奇露露露露露露的一天 早上我特别高兴 因为攻略说如果写作要拿7.5分以上 必须要在40分钟里边写够400字 然后弹幕都在说怎么可能写够400字呢 结果我第一个40分钟就写够了500 我就想那我这水平7.5分可能打不住我 结果我去看了雅思书后边的立文 那里边解题的方式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完全把它给写偏了 不行我还是有点不服 你们帮我看看我跟别人写的不一样 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 题目是为什么最近有很多人在创业 我的想法是一个是政府胡关调控 给你减免税费 再一个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 我们能看到别人创业成功的故事 所以受到鼓舞 但是很多很多篇范文写的都是这些 我在练习的时候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把这个视频做成一个Vlog 来记录我备考的过程 还是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干货视频 来输出我自己的方法 后来我决定还是做成Vlog 因为我毕竟不知道我会考多少分 我昨天特别自信 我写作拿725没问题 现在就开始默默打鼓了 我现在会边学边总结我的方法 如果我最后真的分数特别理想的话 哪怕有一颗特别理想的话 我一定会再出干货视频来 跟你们分享好不好 昨天早睡失败 今天再试一次 完了 哈喽啊 上午我做了一套模考题 感觉效果还不错 你们记得我第一天特别不熟练机考吗 当时特别害怕 但是现在发现真的就是一个熟练工种 而且因为你不用填 不用翻页什么的 甚至更省时间 趁着今天想给你们推荐两个东西 一个是机考的模拟系统 好多宝给我推荐了各种各样的系统 我也去看了一些测评 所以我现在还没考啊 但是我猜测新东方的那个系统 应该是最接近最后考试的 而且它是可以做真题的套题的 你用这个系统做 不用自己放听力 也不用自己计时了 简直就是解放双手 特别方便 第二个想给你们推荐的是 一个APP叫羊陀雅思 我下载它本来是想做听力精听的 因为机考模拟 只会给你录音和题 它不会给你文字稿 有时候稍微没听清楚 就可以用羊陀雅思 来一句一句的看这个稿 并且跟着它精听精读 比如这句 如果你没听懂的话 就可以点它这个空白处 这句原文就会出来 然后你还可以点这个录制来跟读 它会立刻给你评分 然后你可以再对比我的录音和原文 这个APP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奇功能 比如说它有好多好多的基金 别人刚刚考过的题 它会在上面复述一点 你也就可以按时间顺序来看 最近都考了哪些题 除了这些之外 它还有特别酷的口语题库 如果考生被问到 他们就会点个确认 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到底有多少人考过这道题 而且大多数题都有外教示范 所以你可以边听边积累 我几个年轻的错误 好了我要出发了 就不跟你们继续说了 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要干什么去 我们上个学期一直是网课嘛 所以根本就没有见过老师真人 结果期末的时候 我的一节课的两个老师 给我发了邮件 说他们想见我 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论文写得不错 想邀请我一起发刊 所以我现在要去面谈了 感觉这一个礼拜都很玄幻 我都是一个要用英文发刊的人了 我竟然还在考雅思 OK Anyways 祝我好运吧 明天见 今天学的是图表题 其实这是我最发出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嘛 没有太多量化分析的经验 但这个部分好就好 在它的模式化比较强 你多看一些立文 多总结 很快就有个概念 虽然还没有出成绩 但我觉得有个方法 可以分享给你们 就是我不管在看大作文 还是小作文的时候 我都是先看题 自己写一篇 写的过程中记录下来自己的问题 然后看立文 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不能的话 再去查其他的资料 然后再看立文有哪些 我可以学习的地方 今天悉尼特别冷 所以要吃暖暖的关冬煮 今天特别不快乐的一天 因为昨天跟老师聊得特别好 他约我下礼拜去爬山 但谁为我要考这个破亚思 我必须要在家待着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怨这个亚思 不 是怨我自己 为什么要抱这个亚思 既然我也不需要再用这个成绩去申请什么东西 我干嘛不回国再考呢 我为什么要浪费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好时光呢 而且我现在越发觉得我给自己留五天来复习 还是有点长了 我的意思是对我们这种已经考过亚思 而且英语底子比较好的人来讲啊 因为亚思考试它只是一个考语言的东西 我再怎么去熟悉那个提醒 我的英语水平也就到这儿了 而我发现我熟悉提醒 其实只要一两天就够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从一个特别刺激紧张的阶段 走到了一个很疲倾的阶段 我现在真的完全不想学了 但是flag都力了 那我就继续学下去吧 顺便给你们推荐一个超好的资料 估计很多国内的学生都没有注意过 就是它每套剑桥真题的最后不都有范文吗 每个范文的下边都有一个考官的comment 比如他会告诉你这篇文章 为什么会得这个分 他减分减在哪儿 得分得在哪儿 而且还列出来了一些他觉得好的词 比如有人用了什么in conclusion meanwhile 这些连接词 考官就说特别好 同时大家会指出来你有什么词是用错的 有什么是拼写错误 这些免费的评语可都是官方资料 不用白不用 好了我要继续吃了 明天见 嗯 气死我了 报名雅思的时候 官网上有一个完整的套题即考模拟 我特意留到最后一天来做 让我能熟悉那个最真实的考试环境 结果这个免费的题做完之后 如果你要看成绩和看答案的话 要交200块钱 磕了老爹了 花了三个小时来写这个破玩意儿 气死我了 我首先要抱歉 因为我们很友善的方式 当我们到处备 我看到有些东西涂涂涂 因为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真的非常容易压重 之前我的雅思干货里面 推荐了一个叫Lonely Planet的网站 那里面有各种 关于旅游文化景色的 好的表达 我出了那个视频之后 有好的保证 有没有类似的网站 我最近突然想起来 我应该把The Conversation 推荐给你们 它的内容在新闻和学术论文之间 是一些又有意思 又足够专业的内容 里面很多很多表达 既可以用在口语里面 也可以用在写作里 这黄文鸡吃了有点辣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吧 已经快11点了 明天就要考试了 如果你想知道 我是怎么复习口语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 我之前拍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自己发明的方法 底下所有的评论 都在说谢谢塔塔 就真的很有用 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方法 我用这一个故事 就串完了几乎所有的题 除了串题的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 我估计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要想练口语的话 一定要说出来 不管是想出你想说的话 还是写出你想说的话 都没有直接说出更有用 因为你要去的是一个口语考试 不是写作 也不是脑电波交流大会 你必须要把这个音发出来 才知道你会不会发 总体来讲 这次备考并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 因为我这两天真的是太忙了 这个考试跟好多我要做的事是冲突的 所以我心里一直特别着急 不知道在这样的状态下 明天能不能考好 不过无论如何 在参加这场考试之后 我的澳洲留学经历 就彻底画上一个句号了 它以雅思开始 以雅思结束 我个人觉得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程 不知道我考得怎么样 但如果我感觉良好的话 我再给你们拍个Vlog 录一下我的初分反应吧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 我是塔拉 我爱你们 你们拍到老沙子 我们拍短片 不过了 他们给你走 就不过滑 那就 mul一下 滑 感谢观看